說得容易一點 花菇冬菇 放暖水浸 千萬不要熱水 不要熱水浸 你放浸過面就可以了 然後放些什麼呢 放些糖 因為有些作用 放些糖 有些化學東西 我都不明白原味教糖 加一些麵粉 麵粉就除了冬菇 花菇的雜質 加它浸 浸了一陣之後 甚至可以熬一下它 幾分鐘熬一下 你會看到那些菇就發脹了 發脹了之後 洗回菇 搞定 花菇就不是太麻煩 但每樣東西都要分開處理 好了去到海裡 先我們將要泡發的香菇乾裝到碗中 然後再加入適量的溫水 水不用太多 只要摸過香菇就可以了 這裡要注意 不能用熱水泡發香菇 熱水會使香菇中的多糖和油脂氨基酸 大量浪於水中 造成營養的流失 而30度左右的溫水是最合適的 接著我們在裡面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有兩個作用 第一可以加速香菇吸收水分 第二可以減少蘑菇香菌和鳥乾酸 在泡發過程中的流失 讓剝條出來的香菇味道更好 我們再加入一勺的麵粉 加入麵粉的作用是可以吸附香菇中的雜質 使泡出來的香菇乾淨衛生 最後我們再蓋上蓋子 那麼接下來馬上就要接受奇蹟了 麵粉要在三分鐘內將這盤香菇泡發好 我們現在開啟手臂的定時器 現在麵粉要做的就是雙手抱著餐盒 然後這樣不停地搖動它 搖動一分鐘左右 香菇就能發脹了 我們再繼續搖 好了時間到了 大家看一下香菇已經完全泡發了 非常地完美哦 我們再來看一下水 水已經很髒了 泥沙和雜質已經被麵粉全部給吸附下來了 最後我們再用清水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原理非常的簡單 今天我已經快一半了 因為之前我又怎樣呢 撕了頭去 這些頭不要扔掉 留下來煲湯 我經常都說 有時間煮東西 發好一些冬菇 在這裡 什麼時候拿出來吃都是手道拿來的 當然這些優點的冬菇 我現在還沒想到怎樣做 但是還是先發了 撕完之後 第一步 我們先把它浸水浸兩三分鐘 做冬菇 我經常都說 沒得心急 拿出冬菇 用熱水浸一浸 然後就拿來煮 你不是說對冬菇不住 對錢對自己不住 因為為什麼 這些東西很好吃 做這些其實都是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講方法和時間 浸了兩三分鐘之後 我們把水倒去 然後拿武器出來 什麼武器 這是生粉 我們放三四茶匙的生粉 搓勻 那生粉的作用 就是把冬菇 表面和冬菇 裡面殘留的污漬 那些污漬 那些污漬 我們就要慢慢洗出來 洗乾淨 那為什麼我們不浸開才洗呢 這個問題就問得相當之好 我們把冬菇清潔乾淨 然後再浸 我們就可以保留冬菇水 冬菇水也是很棒的 給錢都買不到 然後我們把所有生粉水 全部倒去 然後就開水 慢慢逐一逐一逐一清洗乾淨 洗了三鑽之後 我們怎麼為之可以 我們看水 我們要把冬菇 表面的生粉 我們要全部洗乾淨 因為如果有生粉殘留在冬菇裡面 冬菇發起儲存就好如見 所以我們一定要徹底洗乾淨 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現在就放回適量的水 我們浸冬菇水 一定要浸外面 每一隻冬菇都要有足夠的水分浸泡 夏天發冬菇大家要注意 最少都要浸五六個小時 這五六個小時我們要把冬菇放進冰箱 浸了六七個小時後的模樣 七八個小時後大家也看到冬菇的形態 我們做浸發冬菇主要是要時間給它浸 現在我們有什麼好做呢 就是一顆冰糖 我們把冬菇放進去 然後我們連浸冬菇的水 冰糖 現在加入火 等它滾 滾了之後我們收慢火 煮它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冬菇滾起了 我們把火收到最小 大家看見面頭的泡嗎 面頭的泡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菇青味的那些 我們要什麼好做呢 我們把它撕掉 因為我們要保留冬菇水 這次再做這個浸發冬菇 再補充之前的那些沒說到 或者之前的那些拍攝得不好 畫面不定的那些 我就重做一次 這次主要是說冬菇水 如何處理 我們現在就收慢火 煮它十五分鐘 冬菇煮了十五分鐘 已經聞到很香的冬菇味 在這段時間 我們撕起它 放涼 冬菇放涼之際有什麼好吹 吹回冬菇水 這類型發源冬菇的冬菇水是相當香的 因為浸了一晚 因為冬菇水有什麼好處 放不久 放涼最多放兩天